一星期一本书 而是因为爱 送妈妈去医院回来的路上 在电台里听苏哥的节目 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她的同事 一个叫小胖的男人 一天下午台里特别忙 小胖也一样忙得 连喝口水接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 刚好这天 小胖的女朋友有急事找她 发微信没回 电话也不接 等到小胖忙完了 想给女朋友回话的时候 女朋友已经杀到了台里 她当众质问小胖 为什么不回微信也不接电话 当初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不是说它是最重要的吗 不是说好第一时间 回微信回电话的吗 这才几天啊 就做不到了 以后要是结了婚 还不更加变本加厉 肆无忌惮了 面对女朋友连猪炮时的质问 和办公室同事们 有些尴尬的表情 小胖始终保持着笑容 笑嘻嘻地给女朋友端茶倒水 按摩肩膀 不停地道歉 直到女朋友破题微笑 同事们仿佛都为小胖 送了一口气 事后小胖说 女孩子就是要哄的 不过也确实是我没道理 我确实说过 要及时回微信回电话 我忙又没有提前告诉她 她发脾气也正常 但是回家后 我和她说明了原因 她也理解我的 当她在气头上的时候 没必要争执一时的长短 爱她就别和她讲道理 这让我想到了 前一段特别火的一个小故事 标题叫 一个模范丈夫的字数 昨天和老婆下象棋 五招之后我便圣局在望 老婆脸拉长了 硬说马可以走田子 因为是千里马 我忍了 又说兵可以倒退走 是特种兵 我忍了 非得让象过河 是小飞象 我也忍了 最过分的是 炮可以不用隔旗 或者隔两个以上都可以打 因为是高射炮 我还是忍了 忍无可忍的是 鞠可以拐弯 还阵阵有词说 鞠就是车 哪有车不能拐弯的呀 这我全都忍了 继续艰难锁定胜局 但最后 他竟然用我的事 干掉了我的将 说这是潜伏了多年的间谍 特意派来做卧底的 最后他赢了 于是他愉快地去洗衣服做饭了 网友们总结得好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家和万事兴 和谐共赢 良好的沟通是幸福的基石 和老婆讲道理的男人 智商都有严重的问题 婚姻里的女人不是不讲道理 而是她此刻不想和你讲道理 她从决定嫁给你的那一天 就笃定你是爱她的 并且认为你会一直爱她 哪个女人不希望婚姻里的那个人 就是自己可以先来依靠一辈子的人呢 哪个女人不希望可以有一个人 始终包容自己的胡闹 笑着看自己撒娇 不讲理 只是她在向自己证明 你还是爱她的 所以婚姻里的男人软一点 风平浪静 电影拍不好 可以叫停再来一条 我们的生活不是拍电影 但是也可以恩绩 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和她的妻子 就是通过恩绩来调和矛盾的 一次她下班回家非常疲惫 一进家门 发现家里乱糟糟一片 忍不住抱怨妻子 家里面这么乱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今天不是一整天都在家吗 为什么你都没有整理呢 妻子正在写着文章 头一台 跟她说 很多东西都是你的呀 你自己为什么不整理呢 两个人就这样 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 突然先生停了下来 他说 不对 状况不妙 恩绩 我们再来一次 然后他就穿上衣服 拿起梯包 走出家门 重新整理好心情后 再次走进家门 一开口 他就笑盈盈地说 亲爱的我回来了 你还好吗 这时老婆马上就回应说 我 好的不得了 甜心 你今天好吗 一场家庭矛盾就此化解 家庭里的矛盾 大多不是原则性的 大多也都可以调和 互不相让 只会使情绪激动的双方 将矛盾 将矛盾恶性升级 所以我们都忍一忍 迅速叫停 重新来过 我和罗老师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一天晚上我锻炼了回到家 进了卧室 第一眼就看见飘窗上堆满了衣服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就开始生气 我抱怨道 乱成这样了 你都不收拾一下吗 罗老师看了一眼 继续看书道 那些基本都是你乱扔的 你怎么不收拾呢 我们也开始一句一句的互对 争吵 随着吵架的进展 一些纯芝麻烂骨子的事情开始冒头了 我发觉不对 我说停 他说好 我问罗老师啊 你觉得我们会因为东西乱 没有收拾而决定离婚吗 他想了想说 应该不至于 那我们为什么要因为这个小事情 来争吵不停 而影响彼此的心情呢 他说 有道理啊 那怎么办呢 我说 来 一起收拾了呗 我们合力几分钟就收拾干净了 然后各自微笑着去做自己的事情 夫妻之间吵架很正常 但是如果双方互不相让 很可能让场面变得不可收拾 如果有一个人能放下身段主动和解 另一个人也愿意配合 那么这段婚姻会走得很好 走得更远 冯尔泰说 对于亚当天堂是他的家 而他的后裔 家就是天堂 哪个男人不希望有一个温暖的港湾呢 外面风大雨大 累了 眷了 还可以回家 那盏温暖的灯 那杯热了的茶 爱人的拥抱与安慰 足以温暖 被冻僵了的躯体 安慰 受了打击的灵魂 可是总有人输了事业也输了家庭 可能原因会多种多样 但是有一条 谁也逼不开 那就是两个人永远针锋相对 没有人愿意为对方放下身段 受了锋芒 两个人如果是两块铁贴在一起 也还是两块铁 即使被汗在一起 经过时间的风吹日晒 最终也会腐蚀 也会断开 如果我们都愿意做两滴水 完完全全地融入彼此 我们就变成了一滴水 一滴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水 我们紧紧相拥着 奔向美好生活的大海 有人说婚姻好比桥梁 沟通了两个全然孤寂的世界 没错 之前的我们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 我们可以特立独行 可以毫无顾忌地做那个 让自己欢喜的自己 有一天因为爱情 我们决定走进婚姻 决定一起度过那有些漫长 又有些孤独的余生 从那一刻起 我们就该知道 婚姻让我们不再孤单 同时也给了我们责任 无论我们当时多么相爱 显微镜般的婚姻生活 总是让我们的一切无处藏身 各种缺点开始暴露 爱情也开始过了保鲜期 争执和争吵随之而至 那些口不择言 那些双人床上 被于被之间冰冷的空间 让我们开始怀疑 当初的决定 是不是真的正确 其实我们要知道 不管多么幸福美满的婚姻 都会伴随着争吵和矛盾 此时作为男人 你该软一点 当初你发誓要爱他 包容他 心疼他 保护他 那么 从服软开始吧 一个男人 向妻子服软 向爱人认怂 这真不是窝囊 而是一个男人 必备的优秀品质 博大的胸怀 与真挚的爱 婚姻不易 如一场 必将历经磨难的修行 作为男人 该服软就服软 该认怂 就认怂 如果你做得到 那么恭喜你 你的婚姻 从此 便会一直幸福